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主持人周潔盈 今天繼續為大家探討國際形勢 揭開新聞內幕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一前發布所謂的審查報告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當之舉 還家指責 甚至兒子棄森 要求香港特區採取行動 揮除港區國安法 整份報告大話連篇 罔顧事實 邏輯錯亂 顛倒是非 到底有甚麼歪理邪說 令人異笑大方 美西方反華勢力 跟其頻頻大合唱 又有甚麼險惡政治圖謀 首先 委員會說 港區國安法條文 演繹兇犯和任意執法 但是 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 港區國安法只有6章66條 清楚列出4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包括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對於所禁止的行為和活動 有非常清晰的定義 實施兩年多以來 這部法律正准打擊了一小撮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反中亂港分子 如果不涉及危害國安行為 其實就沒甚麼需要擔心 港區國安法條文清晰規範 充分兼顧內地和香港法律制度的差異 更重要的是 備有英文版本 希望西方政客紮下油色眼鏡 不如花15分鐘認真讀一篇在下定論 針對委員會敦促香港特區 採取行動廢除港區國安法 並停止適用該法律 我們只想反問一句 英美有多少關於國家安全的法律 據統計 包括已廢止的法律在內 美國歷史上 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 至少有20部 而另一個民主教師爺 英國也最少有9部 而且不斷修訂修緊 既然美西方民主大國 都可以有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專門法律 在打擊國安罪犯上毫不留情 那為何香港就不能有一部 專門打擊激進分裂分子的國安法 委員會又在報告中提到 自港區國安法頒布以來 大量工會和學生會等民間社會組織 遷往別的地方開展工作 或者徹底停止運作 但只要細心觀察和了解 就會知道攝氏工會都是指教政治 不務正業 個別更違反了職工會條例 攝氏學生會就拒絕和校方合作 或者執行相關法律要求 這些工會和學生會 最終樂得樹倒胡宣散的下場 絕對是夠有自取 委員會還重提2019年反修例風波 指責香港警察使用過分武力 相信很多人都還記憶猶新 當時暴徒四處堵路縱火 將警察作為襲擊目標 撕鳥、裝修 持不同政見的市民和店舖 無辜市民遭到磚頭砸死 放火燒傷 到底是誰在行使暴力? 委員會對暴徒連半句譴責都沒有 但就對連月極度隱讓的香港警察 嚴詞指責 這不是顛倒黑白 歪曲事實嗎? 值得注意的是 委員會在報告中 以所謂尊重及保障和平集會權為由 提出釋放2019年 示威及非法集結中被捕者的荒謬要求 西方政客雙標的嘴唸暴露無遺 香港是法治社會 涉案被告都獲得公平公開的審訊 程序完全合法 而且部分被告亦都對他們所獲的罪名 直認不諱 委員會的要求 絕對是對法治精神的公然蝕足 嚴重違反程序正義 這樣公然包庇罪犯和干涉審判 又算是甚麼法治官呢? 在這份報告公佈之前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布爾坎 月初已經開口聲援 參報的陽川系列兒童繪本 而歐洲議會關注612基金信託人被捕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更建議制裁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這些歐美政治組織 在這個時候頻頻對香港時務 指手或腳說三倒四 你一言 我一語 有如全球大合唱唱衰香港 唯恐香港不亂之心 超然若揭 不過事實是對這些謀論最好的駁斥 奉勸美西方政客 親早收手收聲 再發表多一份 這一類毫無公信力的報告 即是再多一份被事實打臉的笑料 我們絕不畏懼 亦敢於逐以真相事實一一反駁 好了 今集時間就到這裡了 對於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這份報告 大家又有甚麼看法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下星期一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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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